那么降息本身这件事情对于金融股整体的影响有多大 外资卖的有道理吗 现在跌的深又是跌了多深 可不可以减呢 这是我们本集即将探讨的内容 全球金融市场引发的恐慌 短短两周内就跌掉了三成的市值 全球央行也疯狂的降息 希望借由低利率释出更多的资金到市场上 以维持企业的流通性和金融市场的稳定 那我们有非常多金融存股族提出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降息代表的是整体利率的降低 那银行放款利差缩小 金融业获利就会受到解压 让外资大举的抛售金融股 我们知道联储会在三月份大幅度的降息 一共降六嘛 让美国迈入了零利率时代 并启动7000亿美元量化宽充的计划 提前防堵新冠肺炎对经济影响的扩大 但没想到这样的一个强经济 仍然不被市场买单 仅仅反映降息的负面因素 拖累了金融类股的表现 这张图我们从三月份出到现在录影时间 金融股整体的跌幅我们可以发现 金融股在降息后遭受外资的大量抛售 整体跌幅大概在20%左右 红字部分是下跌的股票 这么多档里面只有一档是震爆走 既然利率都已经降低了 代表银行股本身在利差利息上的赚取 就越来越少 这也是外资目前抛售银行股的原因 好这是我们推断的 但是财经号角不可能光用推断就告诉各位 要赶快抛售金融股吗 我们今天尝试从实体的数据面 来搞清楚这之中的关系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基准利率和我国金融类股的对照 红色线是联准会的联邦基准利率 蓝色线是新融保险指数 我们可以发现 从长期角度来看 几乎没有联动性 08年到15年利率都是超低水平 银行利息超级少金融股却照样成长 所以各位想想 30年前利率都有十几% 现在接近零 难道金融股这30年来都获利衰退吗 并没有 所以刚才提到的降息对金融股产生的冲击 只是短暂性 你说没有直接关系 那为什么金融股会被卖成这样呢 我们应该这么想 目前股市的下措是全面性的 降息对金融股的获利必定有消息性的冲击 但整体大盘的卖压才是金融股大跌的原因 外资就是得卖 那大幅砍的是什么 是外资吃股多 而且有消息性因素冲击的 当然 上一张我们用联准会基准利率来对照 我们把我国的中央银行 切放线率来做对照 你会发现是一样的结果 利率不会是影响金融业整体表现的主要原因 那什么才是呢 我告诉各位 就是景气 景气好的时候金融股就是好 景气差的时候 金融股就差 各位从加权指数走势图就可以发现 金融股根本就是标准的景气循环股 跟景气联动性极高 这也是为什么每次股市下措 联准会要降息的原因 就是因为股市快速下措 联准会才需要大量的市出资金 来稳住整体的金融市场 接下来这张图 我们可以清楚了解到 当标普无白指数下措时 往往导致联准会采取降息措施 只有我们几乎可以把大规模的降息 视为股市下修的信号 现在回头想 到底是降息导致了金融股的下跌 还是因为景气股市下措 金融股也被拖累呢 而这个时候联准会又决定降息救市 所以先后关心 大家要老理清楚 下一个问题来了 景气差 意不意味着要卖掉手上的股票 或是反而好时机来抵挡布局呢 从股市角度来观察 当大盘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大跌 必定代表着有些股票价格 已经低于其价值 那这个时候 到底哪些股票低于其价值 就低多少呢 回到我们以前针对股价净值比 来寻找低基期金融股的方式 这一次我们针对三月份 股价净值比来跟过去做对照 各位可以发现 在以现在的一个金融股点位 几乎所有股票都是低基期 你说难道不会再下跌吗 当然有很大的机会 因为目前整体趋势仍然是空头 为了方便大家更清楚 目前的位阶是多低 我们直接把08年最惨的月份 12月份来做对照 就可以发现 现在坚持比位阶比当时还惨的金融股 我们可以看到 数目上比上一张历史对照还要少了点 空白的部分是当时还没有上市 不是我没照到资料 所以你说搞不好这一次会跌得比金融海啸还要惨 当然有可能 但是只要分批进场 保留银蛋 陆续的往下承接 选择基本面优良 股价净值比又明显超跌的个股来做买入 从长期投资角度来看 你总不会认为股市永远都在衰退吧 只要分散风险 分散购买产本 存股绝对不会是太大的问题 扫描骷扰扣不要错过精彩内容 按赞分享订阅风传媒小铃铛开起来 一起来跟风 开起来